好 过年前一定到你 跟他喝一杯咖啡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元唱学舞 等于小丁王RAN 手长脚长跳起舞来 完全打破了高歌儿跳舞 不好看的尼斯 也积虑了188公分的正元唱 卖了严格的牛奶 当老师小丁跳起舞来 有模有样 大家常常会说 就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说高的人跳舞会不好看 手长脚长 但是事实上是不对的 因为你从我们的观念来讲 事实上大的东西 真的展现出来肢体都是比较美的 如果我摆一个姿势我这样 小众说不定哇 已经在前面 抓到观众 抓到整个镜头了 所以RAN就是给我们这些高个子 就是有那种挫败心的人 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曾经有一天练武七个小时的经验 可见正元唱对这项挑战非常认真 就电媒体来采访牛奶 还特别传授了新舞步 这边的媒体来采访牛奶还特别传授了新舞步 反應是很驚訝但是又很開心 因為我驚訝是因為說之前小鐘在節目上面 就是大家都會說他好像對舞蹈不是那麼擅長 就是蔣南天的舞蹈有點白痴就對了 對但是我覺得他想要來學舞的時候 其實我滿驚訝的是哇他可能跨出這一步 然後來自我充實跟嘗試所以我覺得很好 一直成為台灣高歌界的舞神 小鐘回家還會偷偷練習 就可需要身為老師的牛奶咱們的藉口 我只能說用大躍鏡來形容 因為真的我們剛在裡面練舞啊 其實我發覺他是一個 其實這樣講是有點心機 不過說真的是很認真的一個藝人 因為我們教他嘛像我們每次都會把 哎呀不好意思 但講的壞一點就是他都回家偷練啊 就是教在他功課他回去都有練 那他雖然每次來都說哎我沒練 可是一跳出來的時候哎你就會覺得不可能吧 怎麼可能呢 你這個心機鬼喔 而且牛奶剛剛在那個教室裡面就說 我已經擺脫掉舞蹈白痴的那個稱號 對 有了喜歡教育兵專輯上網以前採訪報導